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术上又要如何操作呢? DNEX在周五的时候跌一分半 收盘在0.435 而之前他曾经有大涨约10% 当时收盘在0.47 目前又慢慢跌回了下来 在5月16号的时候 我们有做过一期视频 DNEX当时我们观察 如果没有跌破新低 有可能会反弹 隔天果然是反弹了一根长阳线 不知道当时我们分析 由于他的整个格局 仍然是处于下降趋势的 而目前只是深跌后反弹 也就是他大跌一波后也就跌深了 可能会反弹一下 所以当时我们分析可能他会震荡 震荡的走势 比较难继续上攻突破这个他当时的主力 0.505 目前他可能是震荡 不过震荡是向下的 在这里他收了三根的影线下来 也没有当天阳线过后没有继续向上突破 难道只是one day show 不过目前市场相当低迷 所以很多股有阳线过后他比较难连续的上攻 都是上一天然后又跌几天回调 目前的马股市的 pattern都是这样 比较难搞 所以目前Dnex还可以玩吗 技术上要该注意些什么呢 老师想Dnex目前是处于下降趋势的 是比较难玩的 你只能关注他的反弹罢了 所以这个股如果你没有看盘 我觉得不适宜交易 因为他的波动会很快 如果你有看盘的话 那么你就要注意 他目前的支撑0.415 也就是他目前的低点 他不能再跌破了 如果跌破那么他还要继续向下跌 那么就要看他的第二支撑0.39 虽然我们不希望他跌破这个0.415 如果跌破了 那么他可能还会继续向下跌 所以只要他可以守住 也就是这个大阳线 他不要再跌破这个大阳线的低点 那么他有机会还会反弹上去的 而目前的价量关系 他有一根阳线 然后这三根阴线 都是起的时候是价量起神 跌的时候是缩量 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 不过他的MACD目前仍然向下走 还没有净差 我们希望他可以净差 向上那么他的上升动力 就不要转强 所以如果你要交易的这个股 你必须要看盘 这个就是他当天走势的这个盘口 这个是buyer 这个是消了 所以你要看他在这里 目前的低点是0.435 所以不要再跌破这个0.435 他要顶住 如果没有跌破0.435 然后你又在盘中看到他一直吃上去 也就是撤销了0.440 0.445 那么你可能可以考虑小量进场 交易一下反弹 然后玩玩 不过你进场前要设立止损位 如果他跌破0.415 那么你可能要考虑止损 不然的话 你可以设立在这个0.39 如果再继续向下跌 那么你一定要走 因为目前的空军的气势还是很强 买盘的力量可能顶不顺 另外要注意点的是 目前开始是激爆公布的高峰期 所以如果他激爆不没 那么他可能会隔天开盘会被下跌 然后跳空低开 那个就很难搞 所以目前如果你要交易的话 只是适合contract 也就是day contract 最好不要等到他的激爆公布 如果你要避免激爆炸弹 那么你等他激爆公布后才来看这个股 这个就比较安全的 如果没有激爆炸弹 那么他会做正常的走势 也就是根据每天的波动 但是如果是激爆炸弹的话 他会跳空低开 那个就比较难搞了 但是如果你是在激爆过后 那么这个激爆炸弹的顾虑 你就可以避免掉 那么可能你会买到更低的价位 好所以总结来说 Dnex目前是下降趋势的反弹 所以你要清楚目前的定位是在哪里 如果你要操作的话 最好是超短线交易 快进快出 然后要设立止损点 那么你可能会赚到一些反弹的咖啡钱 如果他有反弹的话 好今晚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 如果你要更深入的 掌握每个交易乐的潜能 十四股及市场机会 你可以花一点小钱 订阅我们的这个市场 市站技术分析 资讯服务 价钱也是大众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Facebook那边了解详情 它的这个链接 我们将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中 而我们也会在每个交易乐 侦查及分析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十四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请不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启动 转发 打赏 启动 乱 转发 打赏 启动 乱 转发 打赏 启动 乱 读